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后机舱门打开 王仲带着叮当一跃跳下 双人一伞打开 叮当 点这打开 好 看点这 从飞机跳下几分钟后 王仲携带叮当在指定的降落地点降落 落地后 王仲在解脱降落伞时 王仲带着叮当一遍遍进行适应性训练 为了实现鞋犬跳伞 王仲做了大量前期准备 没有现成的装具 他就查阅大量资料自己画图设计 为叮当量身定制装具 制作的时候当时也想了不知道办法 得考虑很全面 你得让他这个身体的承重 能够开展冲击力 着陆冲击力 能够合理地分布到狗的身上 要安全 王仲还为叮当设计制作了脚套 眼罩和口罩 他喜欢伸舌头 找一找这个感觉 第二个在空中 就是来回摆当 也能让他感到到 在空中运动的动作 第三个也是能体验一下 就是着陆的动作 也锻炼一下我嘛 我的着陆知识 除了加强自己协装训练 还摸索出一套飞行 在训练台上进行披挂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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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